新春后的首次拜访 慈禧之公带着满满喜气 来到板桥荣民之家 好 谢谢快乐 财神爷分送祝福 老人家们笑开怀 更有长辈说出自己的新年愿望 年年有慈禧带来快乐 年年有慈禧带来快乐 感恩你 我们下次会再来好不好 走过大半辈子的荣马生活 每个长者身上 都有他们引以为傲的故事 你觉得他是几岁 志工分享上人提出来的寿量宝藏 长辈们马上能举一反三 那个50岁我们先把它记着 然后剩下20岁 就是我们现在的年龄 奶奶请问一下你几岁 33岁 他好聪明喔 好 我们一定要再来 给他一个爱的鼓励 预备 开始 职工除了带来表演 也帮忙长辈剪法剪指甲 新的一年一切焕然一新 老的就是这样要有人办法 有人服务 像那个指甲他们也不可能自己剪 也是要我们帮忙剪 对 就想说过来参与一下 就看他们年纪很大 那万一以后爸妈年纪也开始大 说要怎么样的互动 那他们都说老人像小孩子一样 其实就像小孩子 就是我们去对待小孩子 那种互动的方式 去跟他互动 其实他们其实都会感觉到很开心 修剪过头发的每个长辈 神采奕奕的仿佛时光倒流 大家新闻 这次美之工 陈连心 黄清风 谢千成 台北报道 国际焦点线来国际